跳运会运力体操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安娜 阿里亚 比耶娃 哈萨克的选手 她目前的分数可以说是排在第一位的 你们也可以仔细地来欣赏 她是个人权的里面最有机会夺牌的 应该不只夺牌 非常有机会来夺精的 这一个后半可以旋转加上拍摄旋转 有点位移了 打抛平转两圈 接的同时软翻 像这个在就是抛得比较高 然后需要花点时间等待 这样需要扣分吗 其实不需要扣分 但是相对的它的惊醒性就不够 而且流畅度也就受到影响 就是你会有停顿的动作 粉丝团 对 它这个在带的部分 好像表现得没有之前 其他的项目来得出色 对 不过彩带是真的是比较不好操作 从刚刚到现在 要顾虑到带型 它有一个 每一个都不好操作 但它不是固体的 不像球就是一个形状 就是一个形状 它随时的手要一直动 一直动 然后又要去考虑到 其他的这些动作 不过真的 宜安说得对 没有意向好操作的 都好难 那是很大的挑战 花好多好多时间练习 这恐怕一天花八小时都不够 因为从一开始的热身 满身完了以后 可能要做芭蕾的基本功 完了再来真正的体操基本功 因为真的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不过它的架势还是非凡 这是二十八点 二十八点一五零 有没有这么高